弟弟世界之物影战婆 第31集 文石特种运输机里撞载的重爆敌人炸弹 终于发生了爆炸 高压气体膨胀所形成的能量 真是摇天汗地 倒海翻江 巨响震撤了深渊般的裂固 从爆炸中心点传导过来的剧烈气浪和冲击波 犹如狂风暴一样 迅速地席卷了覆盖了整个地下沼泽 司马辉和罗大海 与飞燕阿翠四个私里逃生的幸存者 才刚逃出没多远 就已经被卷在其中 由于爆炸发生的实在太快 迅雷不及掩耳 哪里还容得了人去找地方隐蔽 身体就好像突然间 受到了一堵极厚的水泥墙壁高速的撞击 恰似断纸的纸鸢 都给重重地揭翻在了淤泥里 司马辉眼前 红一只黑一只 耳朵都感觉快被震聋了 嗡鸣不绝 脑中只剩下一片恍惚 碎疾 便失去了全部意识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冰冷刺骨的雨水打在脸上 司马辉才渐渐行转 只觉得头痛欲立 眼前是昏昏尿尿 不见半点光亮 他心里还隐约记得 此前是震动炸弹炸了 想来那颗英军制造的地震炸弹 虽属于常规的武器范畴 比不得核弹 却也实在是有排山倒海般的强劲破坏力 司马辉以前曾听当地人说过 当年反攻缅甸的时候 战况非常激烈 只要是白天就可以抬头看到天上 那盟军的飞机是一群接着一群 跟燕子似的 投下来的炸弹比房子都大 一颗下去一个山头就没了 这种地震炸弹的体型巨大 沉重一场 如果是大满贯级别的 一般都要由 兰开斯特重型轰炸机来投放 它那流线型的弹体 从高空坠下时会产生高速旋转 落地后可以钻透厚重的地下攻势 对战略目标形成毁灭性的粉碎打击 不过 总观第二个世界大战的整个历史 英国皇家空军投放的大满贯炸弹 还不到百明 而且绝大多数都是用在了欧洲的战场 在缅军同日军作战时 英国人所使用的震动弹 虽然体积略小 弹体内却装有更为先进的高爆烟花 比起大满贯来同样是威力惊人 甚至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野人山列谷底部的地震炸弹 是装载在一架文石特种运输机的机舱内部 并没有从高空投放产生的高速冲击力 一旦就地爆炸 虽然不会炸得太深 可仍然会形成直径接近百米的弹坑 而具有毁灭性动能的震荡波覆盖的范围 还要更加广阔 这片地下沼泽里环境恶劣 只凭这两条腿能跑得了多快 所以司马辉料定自己这伙人在有限的时间内 根本来不及逃到安全区域 还以为是必死无疑 此时他略微清醒过来 心神恍惚 觉得自己多半是被炸成了碎片 可是突然间嗓子眼里发甜 呕出了一口黑血出来 随即四肢百害一起作痛 才知道自己竟然没死 司马辉两世为人 心中却没有感到丝毫庆幸 而是深觉疑惑 就算是福大命大造化大 可毕竟是血肉之躯 即使没有被当成炸成几粉 那恐怕也会被震荡波 给震个五脏六腑全裂吧 怎么还能够活到现在 发生在野人山裂谷中的种种异象 大动难以解释 司马辉被爆炸冲击波阵的气血翻有 左耳朵龙右耳朵蒙 脖子后面冒凉风 视听是近飞 似乎只有魂魄尚未离可 他倒在地上白思不得其解 也不知道其余三个同伴是死是活 心下又是绝望又是焦躁 却苦一动叹不得 司马辉一阵清醒 一阵恍惚 如此断断续续在黑暗中又过了许久 胸蚁间翻腐如潮的气血渐渐平了 手足已经可以自如了 他深吸了一口气 挣扎着从淤泥乱草中爬起身来 信号先前从文石运输机内 私立逃生之境 装满照明器材的背包却未曾失落 他摸出一枚信号竹 画着了 见罗大海等人都倒在距离自己不远的锯齿草丛当中 他们也被爆炸震晕了过去 耳鼻喉咙中有些淤血 但没什么外伤 司马辉上前将那三人一一摇醒 众人结后余生 脸上身上又是血又是泥 各自检查了伤口 体内脏气似乎没有大碍 只是惊魂未定 耳膜都被震到了 隔了好半天才能依稀听到些声音 阿翠后脑伤势较重 换了绷带后仍旧不断渗出血来 但他惦记着卡瑞维卡的下落 急着就向司马辉询问究竟 司马辉并没有隐瞒 把前后的经过简略说了一遍 卡瑞维卡和那俄国人白熊的尸体 一个伸手分离 另一个则是早已被炸成碎片 在震动弹爆炸之后 根本无处收敛 阿翠和罗大海听了噩嚎 都是神色惨淡 半上不说话 与飞燕也是黑然不语 不管是出于主动还是被动 现在都已经按照绿色坟墓的指令 引爆了地震炸弹 免供游击队的三个人早有打算 接下来自然是越境回国 与探险队再无瓜葛 但这野人山里凶险无比 热带风团浮屠也未平行 如今想要活着逃出生天 还必须要相互依赖 四人此刻筋疲力尽 虽然明知地下沼泽里危机四伏 也难以迅速逃离 只得在附近捡了片高躁的所在地 暂坐修成 与飞燕接力使慌乱的心身安宁下流 他环顾四周 愈发觉得不安 从亲眼见到文氏特种运输机里的货物 到暗中窥视探险行动的 绿色坟墓现身 再到终于引爆了重型炸弹 一切都发生得太快 没有给人留下思索的足够时间 现在想起来 整件事情中实在有太多古怪之处 本以为绿色坟墓是想要利用地震炸弹 炸毁野人山裂谷内的地脉 压制浓重的云雾 可这地底洞窟内的内部空旷磅礴 仅凭着一枚旧型重磅炸弹 根本起不掉决定性作用 而且幸存下来的这四个人 都没有逃出冲击波范围覆盖 为何还能保全性命 另外地下沼泽内的鳄鱼蟒舌众多 刚才四人被镇昏了都时 怎么没有受到任何攻击呢 正当玉飞燕惊诧莫名之际 司马辉却忽然有所发现 他隐约嗅到地底 阴晦潮湿的空气中 传来了一阵特殊的气息 有几分像是张脑 又像是某种化学药水 发生了剧烈反应 一看身边茂密的巨吃草 竟然都已经在不知不觉间 变得枯萎死亡了 司马辉又感觉皮肤上 银银有种捉伤之感 心中洒然惊绝 告诉玉飞燕道 你不要乱猜了 咱们之所以没被这颗震动炸弹 炸成碎片 并不是什么奇迹 文石运输机里装载的货物 早就被人改装过了 它很有可能是一颗 液体核武 玉飞燕从没听过 液体核武四个字 还以为这又是司马辉 在围言耸听 粗媒道 眼下就什么时候了 你还有心思胡说 野人山里 怎么可能有核子炸弹 罗大海和阿翠当年都是跟司马辉一同南下缅甸的战友 他们很清楚液体核武的恐怖之处 闻声不禁恶然道 液体核武 你是说这枚地震炸弹里装有化学落叶剂 原来 司马辉等人 前几年跟随着下铁东迁往越南参战 一路辗转南下到了北越境内 由于当时空袭不断 他们只好朝小路而行 沿途所见常有许多光秃秃的山林 地表寸草不生 大片大片的植被全部坏死 众人以前全未见过如此异象 都觉得在心里打鼓 在他们这伙人中 以下铁东的军事知识最为丰富 他告诉众人 越南山林茂密 大部分地区覆盖着热带绿林 和亚热带的落叶林 植物为地面部队的行动提供了一层天然屏障 美国空军为了使隐蔽的北越军事目标 无所遁形 并且截断胡志明小道的秘密补给线 便派遣飞机在越军的后方 以及战略纵深区域 大量的投放以工业合成毒液为原料的 化学落叶剂 这种化学武器可以仅在一夜之间 就令所有的植物枯萎坏死 只要是地球上的植物一旦接触到落叶剂 任何种类都难以幸免 化学落叶剂专门用来毁灭自然植物和生炭平衡 在越南等地民众深受其害 常将其称之为液体原子弹 向来是恶名昭著 那时候司马辉等人算是初次领教道的 现代战争的残酷与恐怖 后来众人来到了缅甸 也听闻了这种化学武器 最早是由德国纳粹发明 后来美英盟军也曾研制 并秘密开发出一批落叶剂炸弹 用于在太平洋战场上对日作战 但落叶剂中的化学毒液 不仅能够杀死植物 还能够杀死人类 只不过受害者当时并无异样 直到若干年后才会产生病变 直接或间接的危害无穷无尽 再加上当时日军溃败已成定局 所以并没有大范围使用 司马辉觉察到地震炸弹发生爆炸之后 沼泽湿地里的植物开始出现异常 附近的鳄鱼和草溪也都逃走了 才恍然响起锦文齐名 未见其事的化学落叶剂 文氏特种运输机里装载的地震炸弹 十有八九是经过改装 弹体里储藏了大量化学合成的剧毒物质 其目的并非在于破坏野人山巨型裂谷底内的地霉 而是要彻底毁灭这片洞窟底部的植物 宇飞燕也是心鸣眼尖的人 他听司马辉指出了地震炸弹的秘密 心中立时打了个吐吐 野人山巨型裂谷里长年不见天日 可底部却覆盖着浓密的植被 想来绝不是普通的地下植物 此外地下又涌出大量迷雾 这其中也许都有关联 文石运输机里的地震炸弹 肯定装有某种极为特殊的化学落叶剂 可以专门摧毁这些地底植物 所以绿色坟墓才会不断派人冒死闲入 裂谷引爆这枚炸弹 但不知如此作为又精进有什么意义呢 司马辉和罗大海阿翠这三人 早都不把自身生死放在腋下了 他们发现地震炸弹里装有化学落叶剂之后 初时难免有些恐慌 不过仔细想想 觉得也无所谓了 虽说是化学武器疑惑无穷 如果身处炸弹现场 即便配有防毒面具 戴在没穿着特殊防化服的情况下 恐怕也难保周全 可毕竟不是立刻就发作 潜伏期或是三五年 或是七八年 乃至更长时间 乃是谁都说不清楚的 此刻卡罗维卡已然身亡 众人心头沮丧 再不想与这野人山里的事情 留有任何瓜葛 只等着狂风咒语停歇 便要密路离开 阿翠见玉飞燕显得心神不定 还以为她是惧怕化学落叶剂 带来的后遗症 就对她说 这种事情确实难以让人接受 咱们大伙都不好过 那毕竟已经发生了 多想也是没有用的 罗大海心中正没好气 见玉飞燕愁眉不眨 就幸灾乐祸道 哎哟 玉上这种倒霉事 对你来说像是下地狱 可对我们来说 却是家常便饭 阿翠将罗大舌头推在一旁 又劝玉飞燕道 自从探险队金山一来 一路上死伤惨重 拖了天罗又落地网 这野人山里凶险无穷无尽 只怕是 现人无底之坑啊 转眼无情回头是计 你还是跟我们一起讨出山算了 其实玉飞燕在钻山甲等人遭遇不测的时候 也寻思着就此抽身出来不做了 但这就好比是赌局中的心态 既然已经折进去许多本钱 如果半途而废 岂不是血本无归 最后只好越陷越深 越疏越多 等到他真正想置之身外之事 却发现为时已晚 这是玉飞燕听了阿翠的话 实如醍醐灌顶 他意想不错 地震炸弹爆炸之后 野人山里还不知将要发生什么样的祸端 正准备答应 然后和免供游击队的这三个幸存者 一同设法逃出野人山 谁知却在此时 脚下地面猛然塌陷 正人措手不及 都以为是爆炸引发的震波未觉 急忙挣扎着起身 纷纷向后退避 等踩到了实地时 再用探照灯往周围一招 只见 身前的整片沼泽 都在无声无息地迅速往下沉落 探照灯的射程虽然难以及远 但估计这种地线的情况 应该是正由从爆炸中心点向外扩散 塌陷下去的区域 先是水面上不断冒出气 随即呈现一片漩涡 湿地里的淤泥积水 几乎是毫不停顿地便被吸入其中 最后露出了一道深渊 低头向下一望 黑茫茫地看不见地 原来野人山巨型裂谷的沼泽以下 还存在着更加深不可测的区域 玉飞燕见此事来得蹊跷 不由得想起先前看到野人山裂谷底部的地层 都是狗干色的造岩物质 显得颇不寻常 当时俄国人白雄曾指出 这种物质蕴藏在地壳与地蔓之间 只有垂直深度达到万米的洞空中 才会出现 可野人山裂谷的深度应该是 在两千米左右最多 根本不可能接触到魔祸洁面 现在看来事实却并非如此了 那俄国人多半是看走眼了 沼泽下的特殊物质 应该是某种生存在地底的包子植物 它在裂谷底部形成了一层厚厚的碱 碱上年身日久 沉积出了许多深厚的泥肘 此刻这层碱已经被震爆炸弹的化学落叶剂破坏 正在迅速的枯萎死亡 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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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